应该没有真的小朋友愿意坐在这个里边拍照吧 我愿意 说的不是谁牧师杨姐 你是不是这种话已经免疫了 免疫 所以说女孩子明白都是爱听 我就是喜欢听 实话 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Vlog首先我要感谢一个人 感谢我身边的凯文 因为他让我重新拥有拿回相机拍摄Vlog的权利 真漂亮 可以给一套剪辑圆 小时候你们学校里有没有人就这样把你的拖鞋这么着给他弄掉了呀 会有人吗 然后再这样把一条给他踢飞 你给我拿回来 老婆 你求求我 你好白呀 这个景象就像杨姐刚刚吃完了一个毒蘑菇之后的脑子的想象力一样 梦幻又很抽离 我发现这个应该是从爱尔兰来的吧 这是爱尔兰水母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四叶草形状 在这儿碰到他了 这是你的朋友吗 我都叫你称步 因为在这儿碰到他了 因为小孩的时候 它就像这儿碰到他了 一开始 他这种紧张 就是我们在这儿碰到他了 但是我们用来的 然后我们在这儿碰到它 都不够了 兰子 听着 太残忍了 刚看完水族馆就来吃鱼了 我觉得应该再多点一个凯德 他们看半天 我觉得旁住应该不错 明知道结果在又很期待时 但好像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期待这个事情了 但为了弥补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准备搞一个人造日出 这是我跟凯文昨天买的两个小玩具 这个叫小火花 这个叫小海沙 日出开始 哇 半天阳光变得无比闪耀 小火花小海沙水火不容变成香湖配合融洽 半天阳光中进入的两位游客 一蓝一蓝 跟我们的小海沙的小火花 配合得非常和兴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的胆子变大 我觉得再来做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觉到 没有那么害怕 我是你的软件 也是你的踩脚 你拉着我 你拉着我 才随时就是要去外星了 这上面秘密拿马写都是一星登陆须知 我马上就要脱离建舱了 玻璃上有一些奇怪颜色的反光 还是虫洞里的电流进行了一些沟通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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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 afternoon 主播